他非常非常的开心也肯定 那么愿意提供所有的资讯 给我们作为下一步证灾 评估灾民需求 此季之功从美国加州开着大爱医疗车 经过两天三夜2138公里的路程 到达德州分会 为了在发放现场举办议诊 提供一般家庭科、牙科、针灸科 和凉血压、血糖的服务 志工把篮球场变成慈悲道场 将在美国时间9月16号 即17号针对迪金森市预估的2900户 及华顿市预估的1511户进行发放 大爱新闻 谢云山邓明仪花联报道 不只是在美国 马来西亚的槟城也受到大雨侵袭 有100个地区传出淹水灾情 还有一间老人院大水也冲进了院区 十多位老人家说